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有人闯龙岛 忽然间 立脚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在杨凯脑海中浮现出来 二十多年前 兽武大帝曾经大闹过龙岛 杨凯一头冷汗冒了出来 这迷宫搞不好是针对兽武大帝的 也只有这样庞大的布局 才能困住一个大帝 也只有大帝才有资格让龙岛布置出这样一座迷宫 而自己不过是遭了无妄之灾罢了 想到此处 杨凯忽然又振奋起来 看样子他之前的猜测没错 只要能破解这个迷宫 应该就可以进入龙岛了 因为这一座虚空迷宫 是以那庸道为根基存在的 迷宫的出口应该与庸道的出口相吻合 杨凯再次动了起来 他仔细留意着四周的变化 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蓝图 关于整座迷宫的蓝图 他相信自己只要能将这个蓝图完善起来 就应该可以找到走出迷宫的路线 立脚不知杨凯到底想到了什么 只知道他的速度忽然变快了不少 只能咬牙跟上 时间幽呼 虽然此地没有日月星辰 没办法太仔细地分辨 到底过去了多长时间 但在立脚感觉 最起码一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的功夫 杨凯始终漫无目的地在这里行走 时不时地停下步伐观察一下四周 嘴中嘀嘀咕咕地念叨几句什么 然后再次出发 这一个月 虽然没有任何战斗 但立脚好几次闲死还生 那虚空暗流伸出鬼没 有一次他便被暗流卷住 差点被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好在杨凯眼疾手快 将他给拉了回来 否则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里了 他可没自信能走出此地 而这一个月来 杨凯的表情也逐渐凝重起来 他发现自己还是小看了 这个虚空迷宫 心中的蓝图推翻了一次又一次 一直没有太多的进展 凭他在空间力量上的造诣 想要离开这里的话倒是不难 只要能够撕裂此地的空间 便能重新返回兴进 但那样做的话 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进入龙岛的打算 这不是他的打算 这一日 杨凯与立脚两人依然在虚空迷宫中 行走着寻找出口 立脚已经心如死灰了 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别指望能够踏上龙岛的土地 只是机械地跟在杨凯身后 踏着他踩过的地方行走 目的杨凯身性一顿 地缘一下子涌动起来 立脚一经同样不假思索地催动地缘 他还以为又有虚空暗流涌了过来 可杨凯并没有如以往那样迅速移动 反而是站在那里 正正地朝前方望去 立脚眉头一皱顺着他所看的方向凝视 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只见那边不远处的虚空中 一道人影盘膝坐在原地 身上奇妙的规则涌动 四周暗流皆不能近身 有人 这个鬼地方居然有人 立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不过很快他便发现了异常 那人并非真的活人 反倒像是一道流影 因为整个人正散发着淡淡的微光 也没有血肉之躯 虚空夹缝之中存在这样一座迷宫 这本身就足够匪夷所思 此时此刻 迷宫内居然还有一道人影 这更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了 这人是谁啊 或者说留下这一道流影的人是谁 丽教和阳开 去都瞪大眼睛朝那边望去 可让他们失望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看 也无法看清那流影的真面目 因为这一道流影秘书 似乎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虽然本身极为强大 但在这虚空夹缝之中 受了这么多年的影响 已经变得有些不太稳定 影子飘忽不定 时而拉长 时而矮缘 仿佛随时都可能崩溃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阳开总觉得 这影子有些眼熟 自己仿佛在哪里见过 李兄 见过此人吗 阳开低声问道 立脚摇头道 看不出来 但此人绝非弱者 那流影虽然不稳定 但偶尔昙一现的气息 却极为强大 显然不是一般的帝尊境 阳开点点头 脑海中不断地闪过自己 见过的强者模样 想要与眼前的影子 印证一二 可就在这时 那流影忽然一仗一缩 一下子化作一个 裙头大小的 银白光球 徐徐地朝一个方向飘去 阳开也没工夫 细想什么了 拉了一把立脚道 跟上 立脚一正 跟着他 阳开应了一声 总感觉 这道影子的出现 或许是个转机 他在这里寻灭了一个多月 一直无法走出 这座虚空迷宫 此刻也只能 死马当活马医 看看这光球 在搞什么鬼名堂了 当下再不止疑 紧随在那光球后方不远处 光球的行径路线 比起阳开之前 更加的飘忽不定 也更加的难以捉摸 看似漫无目的的 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却是有迹可寻 阳开暗暗振奋起来 觉得自己的猜测 果然没错 现在他只想知道 那影子到底是谁留下来的 所以他一直在观察 那光球的情况 可并没有太大的发现 光球使流影秘术产生 这么多年来 在此地受到虚空之力的影响 早就变得面目全非 阳开想从中追根溯源 就显得极为困难了 一直走了好几天功夫 立脚都已经绝望了 阳开心中也直打鼓 好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可想想半途而废 也蛮可惜的 只能咬牙坚持 某一刻 光球忽然加快了速度 静止朝一个方向冲去 阳开见状急忙追了过去 带到虚空某一处时 那光球忽然毫无征兆地爆裂开来 化作点点荧光消失不见 呃 立脚看得有些傻眼 跟在这光球后面走了好几天 怎么也没想到 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 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 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这么一弄 他忽然对阳开也失去了信心 觉得自己两人注定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了 只怕永远也别想离开这座迷宫了 转头朝阳开瞧去时 但见阳开居然一脸喜行鱼色 好似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阳公主 立脚喊了一声 阳开转头望着她道 找到了 找到了 立脚皱眉下意识地问道 找到什么了 你说呢 立脚一正紧接着激动起来 你是说 找到出口了 阳开重重点头 想了一下道 待会我打开出口 第一时间跟我进去 若是耽搁了 说不定会被龙岛那边发现什么 行 立脚忍不住 吞了口口水 这就找到了 跟在那光球后面走了几天 居然就找到出口了 那光球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为何会指引着出口的位置 不过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自己即将踏上龙岛的土地 即将完成这一生的心愿 立脚激动 忐忑 期待 不安 就在他心绪翻滚之时 阳开已经神似疑速 空间法则轰然跌宕 他伸出双手 朝前方虚空插去 然后狠狠一撕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撕开 前方虚空中 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走 阳开低河一声 立脚一头朝那裂口扎了进去 阳开紧随其后 两人瞬间消失在这无锦虚空之中 东雨东海 一座灵起阴运 钟灵鸣秀 宛若仙境般的岛屿上 一个男子一身白衣 副手立于虚空 他的身旁 一个黑色宫装美副 抱着双臂站在那里 一双臂膀将硕大的胸脯 挤压得有些变形 宫装插到大腿下方 大半条玉腿就这么暴露在空气之中 那肌肤白皙嫩滑 仿若仰指白玉一般散发着诱人的光子 此情此景 若叫天下男子看了 只怕定会被勾得色寿昏雨 男子风神俊朗 女子风雨恶挪 只是站在那里 便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两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远方 在那边一座涌动的火山口上 一个小脚的身影 盘膝而坐 炙热的气浪 没有伤他分好 反而不断地朝他那孩童般的身躯涌去 尽数被其吸收 凤儿,这丫头真的融合了凤凰真火 白衣男子忽然开口问道 被换作凤儿的宫庄美妇说道 是,而且融合得很完美 白衣男子道 他不是气灵吗 虽说也是火系气灵 与凤凰真火的属性并不相悖 但他的身躯并非血兽之身 如何能融合得了凤凰真火 宫庄美妇道 梦要小看他的身躯 虽不是血肉之躯 但可塑性成长性都极为强大 那可是灵魁之身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你很看好他 白衣男子扭头朝旁望去 宫庄美妇微微一笑 他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在我之下 白衣男子点点头道 不管怎么说 是要恭喜你凤族 有多一个族人了 美妇名字一笑 风情万种 便在这时 白衣男子忽然眉头一皱 露出惊疑的神色 怎么了 美妇赫然地望着他 修为境界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已经很少可能会为什么事情 而感到惊讶了 可白衣男子这表情 分明是发生了什么 意料不到的大事的征兆啊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白衣男子扭头望着他 一脸匪夷所思的 有人闯龙岛 美妇正了一下 旋即痴痴地笑了起来 那个家伙这么不要命 真是够倒霉的 他没问白衣男子 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因为他知道 对方早些年去刺探过龙岛那边的情况 在那座虚空迷宫之中 留下了一丝元神 那迷宫可不是好破解的 便是白衣男子当年也找不到出路 最后只能施展秘术 留下一丝元神 主要是想依靠元神之力 慢慢破解 十几年过去了 想来应该已经有些头绪了 如今白衣男子 能知道这个情报 明显是那一丝元神的反馈 换句话说 那留在迷宫中的元神 已经烟消云散 若真是那个家伙的话 你倒是也认识 白衣男子表情古怪的 他也没法确定 闯龙岛之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想的那个 毕竟留下的那一丝元神 在破碎之后 给他反馈回来的信息 不太完成 他只有六七成的把握 我也认识 宫庄美妇恶然了一下 谁 与大小姐有关 宫庄美妇眉头一皱 与他有关 白衣男子又伸手指了指 那边火山口的小小身影 是他 宫庄美妇傻眼了 白衣男子的提示这么明显 他若还猜不出来 到底是谁 那就是白痴了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闯龙岛的居然是那个家伙 怎么会是他呢 美妇有些不敢相信 他发什么神经 居然敢强闯龙岛 白衣男子怂怂肩膀 一副我也不知道的模样 你把他带进去了 美妇问道 男子道 不是我 是我那一道元神干的事 美妇道 胡闹 龙岛是什么地方 他那点实力 进去了能讨得好吗 只怕马上就要被打成渣了 男子道 我那元神是十几年前留下的 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他 留下的元神自然也不认识他 带他进去 只不过是想把龙岛这滩水搅混而已 看看能不能给大人创造出可乘之机 他若能闹出点乱子 那自然是好的 若是不能也无所谓 他要是出了事 小气肯定跟你没完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气把他看得多重 这几年一直吵着要去南狱找他呢 若非大人关了他禁闭 只怕早就跑了 男子寒了一下 你别告诉他呀 美妇道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男子道 那现在怎么办 人都已经进去了 要死的话 只怕现在已经死了 美妇沉隐了一下 不过 这确实是个机会 若能趁此机会 潜入龙岛的话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去禀告大人 看他如何决断 嗯 男子点点头 美妇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流光 朝远方飞驰而去 迅如雷霆 你们刚才是在聊主人吗 一个乃声乃气的声音忽然响起 白衣男子嘴角一抽 低头望去 只见面前不知何时 站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对方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正盯着自己 一眨不眨 小姑娘长得是粉雕玉琢 一看就知道 长大了肯定是个霍国殃民的大美人 但白衣男子知道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姑娘 抬头看了看天 一脸沧桑的 今日的风真是喧嚣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